所以在這上面 我們並不是硬性 但是 並不會說你今天少了1% 我就少配人了1% 不是這樣子的 你要差距很多 你應該打的 你連 這一半都沒有打 打到 或大家都已經打完 你連3分之二沒有 那當然我們要 配給施打效率比較高的 那我們要配給施打效率比較高的 那我們要配給施打效率比較高的 是疫苗或其他的 中央跟地方基本上 還是中央擬定政策 那地方執行 那地方在執行的時候 當然各個地方 有他的一個基本的一個地方的政策面 他們會根據他們的政策面去做 他們的一個 執行面該怎麼樣做 那這整個這個三方 從中央地方到最 地方的一個最基層的 我們的 里 鄉鎮市區到里的這樣一個 都要密切的 合作 那每個地方當然會因地制宜 就他們最好的 一個聯繫的方式 訂定他們相關不同的一個方法 至於配送量 配送量整體各縣市的配送量 那是由中央我們根據我們這個 相關的一個辦法 我們所訂定出來的 那第一批先配百分之多少 第二批再來配 那第二批分做兩批 最主要是在第二批會做 一些彈性的調整 有一區如果說他這種施打的目標群 都沒有辦法施打完 那當然我們會減配一些 那有些打得比較快的 我們就會再多配一些 所以在這上面 我們並不是硬性 但是 並不會說你今天少了1% 我就少配你的1% 不是這樣子的 你要差距很多 你應該打的 那你連 這一半都沒有打 打到 或者大家都已經打完 你連三分之二沒有 那當然我們要配給 施打效率比較高的 那不過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也在上一次 幾次的這樣的做法 我們都維持一樣的 做法 我也不會一下子就把 應該給他的 就一下就配給別 別人 我只是這一量會保留 然後再繼續再看 那到最後要結束 再做一次總分配 總是要讓能夠想要打的人 需要打 我們被 只有目標群內 想要打的人都盡快能夠打得到 那以這樣子為目標 來做這樣的一個分配 當然很難讓大家都滿意 所以我想這個密切的合作溝通是必要的